金門有兩名釣客日前是迷航 結果漂流到了大陸外海 被陸方滯留了超過四天 經過立委陳玉珍 還有民間人士與對岸溝通之後 原本是傳出 昨天會先將無信釣客送返金門 但是國台辦表示說 因為昨夜外海風浪大 而且視線不清容易會發生危險 所以是改成今天上午再把人給送回來 據還有另外一名無信釣客的身份 沒有如實的說明 編造了虛假職業訊息 有意隱瞞 因此需要留置進一步的了解情況 那家屬則表示 希望能夠到對岸去探視 盡早讓這件事件順利的落幕 所以立委陳玉珍他也表示說了 根據大陸方面通知 其中一名釣客他可以先回來 但是另外一名疑似具有軍人身份的釣客 可能還需要一些程序需要調查 確定其中一位民間人士 釣客是確定已經可以回來了 那這個怎麼回來 這個如何接的這個過程 要兩邊來聯絡 那這個北京這邊已經掉了 那下去是福建這邊要互相聯絡 那我剛剛已經聯絡各個相關單位 讓他們來先做一些聯絡 另外一位疑似是軍人身份的這個我們鄉親 那這個部分可能還要一些程序調查 那基於這種人道主因 那我們也希望大陸這邊可以讓我們這邊可以去大陸探視 如果可能的話就是陪同家屬過去 如果說他們調查還需要比較長的一段時間 就希望家屬也可以去探視他 那是用什麼形式回來啊 應該是用就是用那個民間的方式去接回 所以國台辦在22號回應說了胡姓男子呢 他是台灣軍方現役人員獲救之後沒有如實的說明身份 編造了虛假職業資料有意隱瞞 因此大陸相關部門需要進一步的了解相關的情況 這個是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陳兵華他表示說 3月18號凌晨4點多 福建海警在圍頭灣海域就發現求救的一艘海釣船 救其兩個人都是來自金門 其中一名無姓男子 福建有關方面會把他送返給金門 但是另一名無姓男子具有現役軍人的身份 但是沒有如實的表明 因此陸方還需要進一步的了解 太平島花了17億整修碼頭 在今年1月完工了 但是總統蔡英文至今不敢答應去剪採 傳出背後就是美國在施壓 現在更有人爆料說 菲律賓2013年爭奪太平島主權 花了1500多萬美金打國際官司 幕後就是美國紐約知名事務所撐腰 藍軍炮轟執政者千萬別為了美國放棄主權 當狗腿 我國砸了17億整修太平島碼頭 1月27號早已完工 但至今總統不敢答應去剪採 傳出背後就是由美方施壓 國安局說是因為有維安壓力 各界吐槽那馬英九陳水扁當初怎麼去 美國不讓他去 他就不敢去了 那是我們的家 他是這個家的大家長 美國人說不可以和你家 你就乖乖彼此摸一摸不去 這是什麼總統啊 太平島下蘊藏豐富的石油跟天然氣 總量高達180億桶 價值折合台幣約46.5兆元 更有人爆料內幕 太平島原本是我方領土 但菲律賓2013年跑去打國際官司爭主權 太平島最後被判定為椒岩 導致我國喪失200海里經濟海域 而幫菲律賓打國際官司的 就是美國紐約知名律師事務所 費用高達1500萬元 美國到底在挺誰 菲律賓主張說太平島是礁而不是島 這根本是睜眼說瞎話 但是美國竟然還可以在背後去撐腰 是符合美國在南海的利益 可是問題是台灣的利益呢 2016蔡英文上任沒多久 國際法庭判了這個是礁不是刀 那時候就應該去宣誓主權了 南軍炮轟 太平島上有軍人有醫院 郵局機場甚至還有農田跟居民 我國的領土和百姓都在上面 蔡總統不敢去 簡直喪權入國 外交部長 國安局長都拿一個理由 說現在南海啊 戰云密布 很危險 不接你去 這是什麼跟什麼 很像說台灣現在打仗了 結果總統人家剛好在國外訪問 看到說 哎呦 台灣打仗 我不要回來 可以這樣子嗎 這一塊領土來都沒有來過 到底的喪權入國 一選舉執政者狂喊抗中保台 如今國家的領土遭蜘餘 總統連登島削勢都不敢 民進黨到底拿什麼來保台 記者黃毅俊 王志涵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身體健康 快點 還要快點 還是把它入圍 打量 比較快點 兩下